OK 大家好 我是Liu 好的 各位 我們今天呢 要來玩的就是 上次拍攝失敗的 鬼怪爆竹 好 那經過上一次的挑戰失敗呢 這一次我準備了更多 我準備了3100個鬼怪銅錢 趁著活動結束的最後一週 我們要來繼續的驗人品 試試看到底Liu是一個非洲人還是一個歐洲人 反正呢 我們今天就是把這3100個銅錢全部都抽完 然後我們要看看究竟有沒有機會 真的抽到0.2%的1000個銅錢 或者是0.8%的500個銅錢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買 我們先把他全部都買起來 然後呢 我看位置能夠放多少 然後我們再一次開 OK 各位稍等一下 好的 那我們已經買好了 呃 我先把他買滿 然後呢 我們待會就先來看看 這一些有沒有機會開到 0.2%或者是0.8% OK 來吧 加起來又1%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GOGO囉 GOGO 滿月的氣息 滿月的氣息 燈~~ 真的是滿月啊 好 再來再來 我們速抽 這個也能速抽嗎 這個劇情應該不能跳過吧 好 不能跳過 速抽爆竹 看過了沒 欸 太過分了喔 39次了 再來再來 GOGO 速抽 不行 我按 我按ESC也沒有阿 不能速抽阿 唉唷 我們拉3欸 連3拉3 好 再來 看能不能拉4 不是 看能不能抽到1000個碎片 1000個銅錢 1000個銅錢 滿腦子都在想著上次影片抽的那個黃金蘋果 唉唷 沒有碎片 是銅錢 好不好 剛剛是不是4個啦 唉唷唉唷 我們終於斷掉了滿月的噩夢了 來吧 拜託拜託 我覺得阿 因為 這劉海是怎麼一回事阿 他怎麼放大以後整個劉海都變平了 我看一下小的時候是平的嗎 不是阿 放小的時候還蠻好看的阿 怎麼放大的時候我感覺法線上移阿 好 再來再來 天阿 抱抱看 我記得好像是說會有不同的台詞是不是 唉唷 滿月 OMG 而且在我要拍這支影片之前 我還問過了許多朋友 大概有 我覺得有將近七成的朋友 至少都有抽過一次500個碎片 500個碎片要500顆蘋果 至少都有抽過一次500個銅錢 對 那1000個銅錢的話呢 我目前只看過兩位抽到啦 不過我覺得 0.8%應該不低吧對不對 加起來都有1%啦 來吧 唉唷 我們目前抽了8個 8個的話只有2個是50個銅錢 剩下的全部都是滿月 對 我來個不一樣的話 噿吧 OMG 感覺我的銅錢要付豬油水 GoGo OK 50個 終於有50個了 Ow 我們現在拿個50個就非常欣慰阿 再來再來 來 滿月 GOGO 這個感覺是 來吧 0.2% 500個就好 想要吃蕎麥丼給我屁絲啊 拜託 0.2% GOGO 中啊 我阿姬從我旁邊經過啊 我阿姬入境啦 上啊 我好像很久沒有看到銅錢啊 50個就好 至少先來50個讓我壓壓金 拜託 有50個 好滿足了 今天影片差不多就要先到這邊了好不好 太難走啦 賣個捆啦 來 我們過他的肚子 好 GOGO 感覺來了 很好很好 很好 感覺來了 我也有感覺 我也有 滿月的感覺 唉 57次滿月啦 GOGO 什麼東西飛過去 拜託 連續兩次中銅錢 第三次應該就是 0.2%或0.8% 加起來有1%啊 完蛋 我感覺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滿月啊 滿月的感覺 喔有100個 我想要看看抽到500或1000個 會是什麼樣的台詞 拜託 真的有機會抽到那1%呢 我點了這麼多個 滿月 我一直都期待他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台詞 噔噔 OK 我們已經全部開完了 剛剛那些全部都開完了 然後呢 登登 剩一 剩不到一半啦 剩1450個 我們總共慘賠了1650個銅錢 沒關係 1450個就表示 我們還可以繼續玩 各位稍等我一下 我再繼續換 OK 我們已經換完所有的銅錢了 所以呢 已經1個都不剩 我們剩下最後的資產 全部都在這裡了好嗎 這邊 我們先看一下 呃 目前戰況好了 好 完全不意外吼 103次的累積次數 73次第5名 18次第4名 和12次第3名 然後 第一名和第二名 0 OK 繼續 哎 我脫 脫炭紅跑出的一位玩家 哎呀踩到我啦 登登 50個還行 來啦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們兩位到底在做什麼 我一直搞不懂他們兩位到底在做什麼 74次了 來吧 0.2或0.8% 我抽的心好累喔 GOGO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的鬼怪活動啊 就好像是沒有參與一樣 讓我抽到一次1000好不好 飛吧 啊 我有100個 這麼大聲害我也是1000 嚇死我啦 我覺得他1500個應該會有不同的台詞 沒關係 我們待會就可以驗證給各位看 我感覺要出了 我感覺要出 不可能 不可能3100個銅錢都沒出好不好 3100個銅錢出一次0.8%或0.2% 我覺得是非常合理的 哦沒有 那個位 哎哎哎 哎 剛剛不是沒講話嗎 是我看錯嗎 我剛剛以為沒有講話 我以為沒有台詞啊 我想說沒有台詞會不會就是 500或1000個 結果 看來應該是 累啦 煙花了 感覺來了 滿月的感覺 登登 我快想到一個 你們知道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嗎 你看喔 這個是紅 紅色的腰帶和藍色的腰帶 就代表著 薩吉還有首領 然後呢 這意思就是說呢 藍色的腰帶在防守住 紅色的腰帶 所以呢 這就是玩家為什麼 每次找艾爾森 黑龍鐵塊都會水溝的原因 因為藍色腰帶呢 完美的防守住了紅色腰帶 這個場景就是遊戲公司 給玩家滅龍的一個小彩蛋啦 各位有發現嗎 拜託 我已經沒有幹話給你講 我已經不知道講什麼東西了 其實我剛剛是在想啊 GoGo 這個 這個人是不是土頭 哈 他是不是有這個 這種煩惱 我在想他這個是土頭 各位 我們要用非常快的速度 把這些全部抽完好不好 各位跟著我的 音樂的節奏 我們要把他全部都抽完 來吧來吧 GoGo 好 最後四個 就用這四個 來讓各位見識一下 李歐的厲害好不好 讓你們見識一下破百次的暴主 連一次一千個或五百個都拿不到 嘿 86次滿月啦 天啊 50個 可以我們待會應該可以再買一波 可能是最後一波了 哎呦又50個耶 還不錯還不錯 我們看我們現在剩幾個 我們原本3100個 現在剩 誒 OMG 剩950啦 連三分之一 950有沒有三分之一啊 沒有啊 好 最後950個 全部把它換掉 各位稍等一下 登登 最後最後的19個暴主 好不好 我們直接來 暴主19連發 GoGo 尾巴 最後一個 好那我們最後呢 3100個 總共就是變成了 登登 350個銅錢 已經快要變成十分之一啦 還能買七個 好我們先把它買一買 還這麼可能啦 我們先看一下齁 確認一下暴毒紀錄 我的甜奶151次 我們只要再拿一次滿月 我們滿月就滿100次了 然後呢我們連第三名都只有16次 一二名一樣維持在零次 OK OK那我們把最後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全部開完 GOGO 第一百次恭喜 OK各位我們的第五名已經破百了 我們的滿月已經拿到破百次了 雖然說呢我們沒有拿到五百個 或一千個銅錢 第一名和第二名一樣是掛零 不過呢 我覺得這一次非常的值得 因為呢我完成了另類的里程碑 我們拿到了一百次以上的滿月buff OK 我就是對我來說也算是一個另類的成就好嗎 讓我感覺 真的是爛頭 我們繼續 OK 再來再來 有種就給我一個 第一或第二名 哎 滿月 叮咕 好那我們全部都開完了 目前呢三千一百個只剩下150個 不過呢我剛剛發現說有一個東西啊 各位看一下 來自鬼怪夜市的大禮包 我做錯了什麼了嗎 你唯一做錯的事情就是 睡到不像話 謝謝你喜歡我跟鬼怪暴主 滿月靈驗的氣息 整整獲得77次呢 我再抽下去就770次了呢 但該怎麼辦才好呢 77不就是個幸運的數字嗎 我覺得應該用87次啊 已經獲得77次的滿月 一定會有幸福找上門的 所以要給你777個 我感覺他可以給我7777個啊對不對 那看起來是一個隱藏的成就 所謂的幸福 總是在不經意的時候找上門 我剛剛抽了這麼久 就完全沒有半次不經意過啊 OK收下 那他是每個ID可以獲得一次 那我們就收下這777個 他跟我說 那麼之後在剩下的時間 要常來找我跟鬼怪暴主 我已經抽了77次的滿月了 你還要我來找你 你這 你這不是要我自討苦吃嗎 OK 好謝謝 OK那我們又有927 不過呢我已經累了 所以呢我就不抽了好不好 我覺得927個 我自己私下再把它抽啊好不好 我一樣會抽 然後我自己私下再抽 因為我覺得再抽下去 沒完沒了啊 好 然後我們之後再確認一下 我們總共的紀錄呢就是 各位 歡迎你們 繼續在我的粉絲團的貼文下方 PO出你們 抽到一千或五百銅錢的圖片 好不好 讓我羨慕一下 那也非常感謝那些私訊我粉絲團 告訴我說呢 在最後一週 變得非常好抽爆足的這個情報 對 沒錯 你們根本就是在騙我 好啦 應該是我自己運氣比較差 我相信這機率一定是有變高的 這一個機率一定是有變高的 那這個機率 我就不知道了好不好 OK 反正我覺得機率是有變高的 OK 那 再次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那我是Ryo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留言和按讚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OK 那我們下次呢 絕對絕對不會再碰爆足了 我們在活動結束前呢 我把這些全部抽完之後 再來我就不要再碰這個東西了 我也不想再打銅錢了 我每天打銅錢 就跟沒打一樣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